通訊航急急消毒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 会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又有人从疫区回台 没找规定外出趴趴走 他走的时候就贪悬全身了 然后就是连那个门的握宝都消过了 这名家住云林的39岁男子 24号从中港澳返台 接着搭乘防疫计程车回到云林 本应该直接回家建议14天 但他却跑到旅馆住了一夜 让里长找不到人 隔天又到通讯航买手机 他向店家坦言从疫区回国 店家吓得直接往外跑 电话有民众听到赶紧报案 明明得居家检疫 但男子明知故犯还跑去买手机 云林前卫生局决定寄出重罚 有打电话去他老家这边联系 他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回来 那一天到三天内的话就是50万 居家检疫到处趴趴走 类似的案件难防 头六的政公所就决定与厂商合作 率先要使用智慧离家警报器 这边不会掉 但是他其实这边是稳的 所以你这边如果要硬拉的话 是拉不断的 戴上这个特制的手环 再把感应器放在检疫者的家中 只要居家检疫人距离太远 通讯软体就会发出警告 像他出去会变灰色 他如果是再回来的话 就会变绿色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是在还是不在 这特制的手环不作息不定位 没有GPS偏移的问题 只有离家才会发出警报 加上不易托还 就可以预防检疫者按耐不住 乱跑出门 接下来我们的询问站 景臣云林采访报道